最近的好消息就是国产航母开始海市,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,但是我们不可能安于现状,追赶已不够,如今超越已列入日程,出航了现代技术在快速发展,不能把眼光停留于眼前。 以技术发展之趋势,或许国产航母仅仅是开始,我们需要探索新一代战舰了,比如,全能舰,这是2017年4月,由马伟明院士首次提出来的概念,采用了全新技术,由我们完全自主掌握,试图打造一垮全新战舰,将助力我们实现弯路超车,走到全球的最前面。 全能舰为新概念军舰,目标,是单艘舰艇实现系统防空,反潜和对海,对岸的精确打击,构想为,以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的大型舰艇为平台,采用全新概念的武器系统,以电磁炮与激光炮,代替传统的舰炮与导弹等。 电磁炮一开始还是按构想,激光炮作为进防武器使用,对付10公里以内的空中目标,主要武器系统为电磁发射装置,并非简单的电磁炮,而是利用电磁能来做多种不同的发射弹药,所谓的弹药也不是什么普通炮弹,而是近似于导弹的制导弹药, 主要动力系统简化了,电磁发射装置,可以给弹药,提出一个相当大的出速,所配弹药,大体上包括,反舰,反潜,对空,对第四大类,在打击近距离或者说,200公里以内的水面,地面,以及水下目标时,根本不需要安装动力系统,也就是一个制导炮弹,安装滑,详系统即可。 美军的BDG-1000有过全能的构想,在打击中距离,或者说,200到600公里内的目标时,只需要有一个简单巡航动力系统,就可以满足要求,只有远距离内的目标,也就是600公里以上,才需要加装强劲的动力系统,这样的需求只需要配备二个到三种规格的电磁发射装置,一对应不同尺寸的弹药,满足不同的要求, 等于借用了锤发系统的共同发射功能,也许这个概念相当大的,但是具有相当大的可行性,马院士曾预测,电磁发射技术,将在十年左右取代传统的化学能技术,激光炮的效能也许在实施上,拥有相当大的难度, 但是值得我们努力,一旦全能舰变成现实,那么将彻底颠覆海上作战方式,几乎可以代替航母,毕竟它的作战范围可以远达1000公里以上,比航母打击距离更远,战斗机掩护更远, 而且这只是目前预计能达到的指标,实际可能会更远,航母也许会被代替这一构想由我们提出,也正在努力实施之中, 也许要让美军不服气,美军只认自己用全球最领先的技术,咋在新技术领域被中国追上呢? 但是,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,我们正在奋起直追,美军只要速度慢一点,也许就会被我们追上